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孟加拉首都24号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围楼倒塌事故 根据孟加拉媒体今天报道 死亡人数上升到了175人 超过千人受伤 受控的人数仍然难以估计 当局表示死伤人数恐怕还会继续攀升 初步怀疑是建筑的时候偷工减料造成严重事故 孟加拉政府也宣布25号为全国哀悼日 政府和各机关下半起致哀 孟加拉大楼倒塌事故 搜救行动已经进入第二天 前一天的搜救持续到深夜 救难人员打开探照灯 拿着手电筒爬上残破的大楼 民众肩并肩排成一列 徒手传递一块块的砖头瓦砾 事故发生在孟加拉当地时间上午9点左右 首都达卡郊区一栋八层高的大楼突然崩塌 里面的制衣工厂员工才刚刚开始上班 许多人惨遭活埋 报道指出事故发生时大楼里面约有2000人 有目击者表示大楼倒塌前一天 就已经看到墙上出现军裂 初步怀疑是施工厂商偷工减料 酿成灾难 新唐人亚太电视吴伯轩编译